不是大陆,而是美国变成了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 这是美方破坏中国统一的一个阳谋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亚少 关注两岸关系发展的趋势 不可避免地要关注台湾地区经济对大陆的依赖 这种局面一度被认为是大陆促进和平统一的有利因素 但是在2024年的第一季度 台湾地区的对外出口最大的市场已经不再是大陆 而变成了美国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非常复杂 但是后果可能比较严重 台湾地区正在将对大陆的出口转变为向东南亚国家的出口 台湾地区对东盟十国集团的出口额达到了222.81亿美元 以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3.4% 第二,中美贸易摩擦加上两岸的紧张局势 促使一些台湾地区的公司离开中国大陆 另外,一些台湾地区的公司被阻止在大陆运营 比如台积电 也就是说政治因素也是影响台湾地区公司 在大陆扩大运营的主要因素 第三,民进党当局在主动破坏台企在大陆的投资计划 几年来,民进党当局力推南向经济 主动降低台湾地区经济对大陆的依赖 2023年,台湾地区在大陆的投资 创下了22年来的最低点 略高于30亿美元 第四,是中国大陆自产芯片在大幅度的提升 美国限制台湾地区向中国大陆出口高端芯片 降低了大陆从台湾地区进口高端芯片的数量 这在客观上也降低了大陆对台湾地区进口芯片的依赖 第五,美国当前对台湾地区生产的芯片需求量是非常强劲 这种局面在半导体制造业回流美国之前很难被改变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投入 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需求是不断增长 例如,高性能服务器和云计算设备 以台湾电为代表的台湾地区供应商,主导着全球市场 在台湾地区制造和组装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产品的出货量激增 这成为了对美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如果台湾地区的经济对大陆的依赖进一步降低 这当然不是好事 而美国力推台湾地区经济以大陆脱钩,去风险 不可避免地会增加两岸统一的主力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美国和民主党当局想推动台湾地区经济降低对大陆的依赖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要为坚持在大陆发展的台商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 让更多的台商在中国大陆深耕发芽 都是对两岸的统一有利的 第二,在处理ECFA争端问题上收放有度 要追求两岸的公平贸易 也要保护两岸融合发展的大趋势 台湾地区当局一边利用ECFA从大陆捞好住 一边又不公平地对待大陆的企业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对不能手揽 但是在追求公平贸易同时,又不破坏ECFA 在当前也是一个更正确的选择 第三,在更大的范围内 破解美国的去风险和对华脱钩 加速构建自己独立的供应链体系 进一步降低对台湾芯片的依赖 大陆对台湾地区供应链的依赖本身 是完成统一大业的一个风险点 而台湾地区对大陆市场的依赖则反之 所以在面对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不断下降的局面时 我们对台湾地区供应链的依赖也在下降 从而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 总之,美国推动台湾地区经济降低对大陆的依赖 主要是为了阻止中国的统一 但是他们忘了 经济所段只是增加统一的阻力 而并非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可以明显地说 中国大陆扩大对台军事优势 是化解美国阳谋的主要手段 因为军事行动一旦展开 台湾地区当局对外贸易方面的任何去风险政策 都将面临被围困在乌岛上的局面 这个时候出现的才是百分之百的风险 也是最底层的逻辑 因此对付台独分子的分裂活动和美国的阳谋 我们有的是办法